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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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轻人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难道人死了 就要赖账吗 跟他费什么话 许游宁借了我们的钱 已经到期了 你赶紧还了啊 不能再拖了 借钱 没错 赶紧还钱 许游宁刚刚去世了 你们知道吗 知道 我们也是看了新闻才来 不过这人死了 她媳妇不还在吗 你把钱给了啊 对 丈夫 说什么呀 你别太过分了啊 我们家人刚死就上面要债 还讲不讲点道义啊 再说了 你们说欠债是欠债 借据呢 借据当然有了 又拿出来 你算老几呀 里边去 别废话 赶紧还钱 就算说什么呀 全家都收到顶便 全家都去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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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难道人死了 就要赖账吗 干什么 要动手是不是 要打打我 干什么呀 橘大哥让我问一句啊 你们今天那是来要债的 还来打架的 当然是要债的 那就有话好好说 你也看见了 我们这有个孕妇 你要是把她磕了碰着 谁能负得起这责任啊 对啊 要打是吧 往下打呀 使劲打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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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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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 喂 喂 是阮珍珍吗 你在家吗 有你一份快递 下来取一下吧 喂 你就是阮珍珍 有一份您的法院专递 您签收一下吧 哦 对了 哦 对了 许游宁您认识吗 哦 我看你俩地址一样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给她打电话啊 也没人接 要不您也帮她签收一下 什么信呢 哦 法院的 您也认识她吗 是吗 看来他们已经被人给告了 咱们也得赶紧下手 要不然钱让别人挖走了 对 得先申请财产保全 走 走走走 走